大家好 我是强乐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这个频道呢 是专门介绍 扎黄和扎黄附近的房地产 OK 大家好 上一期的节目 大家看了吗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隔壁的那一栋楼 两栋小楼都差不多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欢迎大家来评论 大家好 我们现在看到这栋楼的话 它是茶色的一栋楼 然后木制的一个阳台 然后黑色跟白色 加起来是经典 但是茶色也是经典 这边大部分的面积呢 你可以停一下车 这边的话 你可以放一个桌子 椅子也都是可以的 跟隔壁家里的间距的话 它是有一定的距离 然后上面的梯子的话 也是可以去上去 修房子 少雪都可以 我们的屋 我们的屋顶也是 无落雪装置 里面看一下 走 这个也是到顶的那个大门 这个泡色设计挺不错的 全关的大小的话是正常范围 用白色的木面 这个也是可移动式的 我们进去看一下 全关的话可以放很多鞋子 女士的话可以不用愁 然后进来的话 这边有一个大的一个暖气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扶手 然后穿鞋子脱鞋子的时候 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好了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起居室 我们先来整体看一下 大家觉得这个起居室怎么样呢 整体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这个木质的地板的话 它是非常有质感的 然后那边呢是放沙发 这边呢就是放餐桌 当然两边的话 它都有一个暖气设置 24小时的 那边有一个24小时的 换气系统装置 面向南的窗子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使用频度最高的厨房 这边呢是以白色跟褐色 为基调的一个整体 我觉得这个白色的厨房的话 比刚才那个颜色要好看一点 东西装置呢它都是一样的 三个煤气 这边是烤鱼的 然后下面的都是 收纳 当然它也有缓冲 质量都是OK的 没有问题 然后看一下我们标配的洗碗机 洗碗机它里面是这样子的 大概可以洗到三四十个盘子 不修钢的话它就比较好打理 而且它是人工大理石台面 看上去的话就比较高大上 而且容易打理 这边的话它没有使用那个瓷砖 瓷砖界面 我觉得有瓷砖界面的话 它就有缝嘛 有缝的话它就可能 我们擦起来就比较麻烦 是一个整个贴面的 打扫起来的话就比较方便 这是一个作为主妇的一个感想 厨房最不能缺的话就是储物柜 我们看一下储物柜多大呢 看一下整体多大 大的小的都可以放 平时你们家储物柜是放什么的呢 我们家储物柜的话 基本上都是小孩子的零食 当然这一家样品房的话 它也是全全都是 全全都是panasonic的产品 这个也是panasonic 我们去卫宇间看一下 这边有个大大的暖气 在日本的话冬天北海道 还是非常冷的 有个大暖气的话 它那个温度差就没有那么多少 这个洗面台的话 它也是一个普通的设备 虽然造型很普通 但是最普通的话 就是最实用的啦 大家看一下 这个收纳还是非常多的 你可以说日本小 但是你绝对 绝对不能低估日本的 那个收纳是收纳的装置 这边是浴室的通风口 然后我们使用的也是EgoJose 近年来大家都是使用这个品牌的 都是节能环保型 可以帮你省很多钱哦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浴室 隔壁那一栋它是黑色 这一栋的话它是棕色 设备的话都是一样的 那花洒不修缸 我们看到这个界面的话 有点不一样哦 一般都是有反光的 滋滋滋滋的那种 它这个是木质的 而且它防水 看上去很好看 这边呢是一个没有台阶的大浴缸 浴室的斜对面 是一个厕所 厕所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温水便座 那边洗手 那边放毛巾 这边可以操控一下 当然我们厕所 每个厕所都是也有暖气的 厕所它离那个起居室 还是比较远 上厕所的时候 可以没有那么尴尬啊 然后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要木质 棕色地板 上面的话是简单的 小正方形的一个电灯 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楼道还是比较宽敞的 彩光非常好 楼道的镜头彩光非常好啊 看那么多 我比我比较喜欢这种颜色的地板 我觉得比那个白色的地板要好看 显得有质感 这彩光是不是非常好啊 这个小房间我们走一圈 整体看一下 光线充足啊 阳光很足 有一个很大的吊车 不知道今天是在干嘛呢 然后那边可以看到 竹寝室的阳台 我觉得那个阳台看上去 是非常好看的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收纳 收纳的话只能一个人用 那么这个房间呢 也本身也就是一个人住的房间 咱们看竹寝室的话 它就是两个人用 跟我一起去看一下竹寝室 来感受一下它的那个大小 这边呢是一个阳台 这边的阳台的话它比较大 可以算是一个TELAS 大小的话是这么大一个 里面的话它有一个衣帽间 这个它就不是柜子了 它是一个衣帽间 我们去看一下 衣帽间的大小是多少 你看可以放几个我 一个我 两个我 三个我 然后长度 一步 两步 三步 挺大 如仅是隔壁也是一个小房间 大小的话大概六叠左右 大也不小 因为它隔壁是对路 所以它也是采用那个马赛克的一个玻璃 我们楼下起居室的那个玻璃呢 也是采用那个防透式的玻璃 看一下这个收纳有多大 还有这个大壁橱我就觉得很羡慕啊 比我们家壁橱要大得多 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体多少 身后呢就是这个壁橱 壁橱可以放下几个我 一个 两个 三个 小孩子捉迷藏可以不用发愁啦 隔壁是二楼的厕所 我真的很羡慕 一楼二楼都有厕所 我们家就一个厕所 我每次上厕所我还得跑到一楼去 真是麻烦 今天的总结呢就是每一个房间它都虽然不大 但是它的采光都是非常好收纳也是比较大的 每个房间都有通风口和暖气 还有电视插座 这么干净整洁的一个房子的话 大家觉得是多少钱呢 大家觉得这个房子怎么样呢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联系我们 有问题的朋友可以在那个评论期语告诉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